红星大奖2009最佳男配角的入围名单 同样精细连连 新兵老将汇聚一堂 接下来将继续为您分析 入围的六位最佳男配角 第一位入围最佳男配角的是周初鸣 黄金鹿的制作期间 初鸣还不知道患上肌肉委缩症 在强惹腾肌上 统统的状况中完成拍摄 可是向来作为男主角的出名 这一次却是为难配角 不知他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不能臉不上去 开心啊 因为我觉得最佳不在乎你是主角或配角 最重要是那个戏的精髓 你没有好好的把它给表演出来 因为毕竟我觉得艺人是一个立体的脚本 不在于说你的戏多少 最重要是你能够把他的精神给发挥出来 我是尽量采取那种比较收敛的方式去验 纯纯用眼神 你知道那种真实的事情又不能够表露出来 所以对我来讲可以说是 从你这十多年来相当大的一个挑战 谢谢 我先演不着急 当时出名我们还不知道他现在真正的病情 但是他在演的时候 就像我们演员一番上腰酸背痛啊 他也认为自己是slip thing 但我在跟他演最熟悉 有没有感觉他特别辛苦 而他也是让我最快入戏的一个演员 因为他当时演的是一个精神病婚者 最可想的是他当时在演的时候是硬撑着去演 可能他真的身体的某个部分 真的疼痛什么 他就是自己控制住 第二位入围最佳男配局的是朱厚润 作为入行多年的老前辈 朱厚润塑造过许多个性鲜明的角色 有忠也有奸 在沸腾冰点中 他大胆挑战精神病患者 时而顽皮幼稚 时而面目争鸣 对于演员身心都是极大的挑战 我现在呢 有点这样啊 我都忘了你是疯的 疯子怎么会听人话呢 第三位入围最佳男配局的是张振强 2001年出道至今 这颗闪亮的新星正在悄然升起 他在小娘者中 饰演阴险奸诈的花花公子 眉宇之间散发着邪恶气息 为他迎来了极高的评价 这部戏是不是他的事业转练点呢 肯定是我的转练点 因为今年是我第一次入围最佳男配局 近期我的作品呢 就觉得自己开始懂得 怎么去演好一个角色 那这个大反派呢 很有挑战性是因为 他坏得很透彻 那我要怎么去把这个一个这么 很彻底的一个大反派呢 演到人家人神共分 我记得有一场戏就是 我跟百威秀在房间里面 我喝醉酒 然后我就很想奚落他 很想侮辱他 我就有一句台词就是 你爸爸见 你妈妈见 爷爷见 奶奶见 爸爸见 妈妈见 哥哥见 哇 一念出来整个感觉 那个气氛是很好的 就是可以带出这个罗伯杖这个角色 是狠狠的 第四位入围最佳男配角的是 林明伦 明伦在小娘惹中 淋漓尽致地塑造了软弱无能 胆小怕事的黄金城 上一届 红星大奖最佳男配角 就是他的囊中之物 那今年会不会又继续蝉联呢 爸爸知道你心里痛哭 知道你受惊了委屈 该死的人是我 该最佳楼的人是我 第五位入围最佳男配角的是 戴阳天 戴阳天样貌俊俏 搭着小娘惹的顺风车 人气狂声 成为各大媒体的焦点 入行第一年就凭借人气 同前辈们一起争夺奖座 他又怎么看待自己入围男配角呢 男配角啊 其实我觉得 我没有那个资格 因为我觉得我的演技还很嫩 但是我觉得很开心 和这些老前辈放在一起比较 其实我觉得 文龙大哥和明伦大哥的戏 都各有特点 我觉得明伦大哥的戏是很自然派 而且把这个人物的这种胆小怕事 我觉得演得非常的鲜明 而文龙大哥的那个瞪眼 我觉得给我的印象真的是很深刻 因为我有尝试过学他这个样子 但是我真的撑不到15分钟 很消耗很消耗体力 最后一位入围者 就是邓大眼的姚文龙 我一定要娶你 我告诉你 我现在交给你动法 你干什么 脱衣 你干什么 脱衣 不脱衣 不得动法 小娘惹中杀猪犯 柳一刀这个角色 鲜明突出 摊植鲁莽十分讨喜 这么可爱的角色 会不会让平整也多达几分呢 老中青三代同场敬意 姜是老的辣 还是后浪推前浪 台前幕后的精英们 对最佳男配角的猜测 又会是什么呢 最佳男配角 周初明 张整强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戏里面演得够贱 朱厚人 姚文龙 周初明 姚文龙 因为这次他的整个造型的演出 都有突破 明伦或者文龙大哥 朱厚人大哥吧 出名啊 因为他跟我演对手戏吗 林明伦 不出名或者是姚文龙 林明伦 坏人张整强 本节目之外 还有更多好戏 在MobTV任您下载 红星大奖十分劲爆 奖项是由Himalaya Herbers 润夫妆赞助 下一集 会是金国的天下 最佳女主角 范文芳啊 白威秀 欧璇 陈丽萍哦 大热门能否敌得过双料肉维 得奖了 已经是一种Double的肯定 最佳女配角 华卉颜的口碑很好 向云姐 美娇姐 蔡佩玄了 一个肉舞妹又能否打得赢五个小娘惹 竟然小娘惹杀出了五个劲敌 红星大奖十分劲爆 星期天晚上十点三十分八频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